中環都地理會館 大家好,我是來自中環都地理會館的李文龍師傅 我叫阿Lee 今天我帶了一個送來 盤龍自濕生茄子 先切一條茄子 在家裏切東西要小心 切了頭 我們要準備一隻筷子 如果有經驗就不用了 有隻筷子會比較好 因為切下去的時候 不要切斷整條茄子 我們切大約距離 每刀就0.5cm左右 然後切完一邊 我們要反轉它 反轉切這一邊 我們就要45度割 都是要有筷子 切下去的時候 就不可以過筷子 這樣就不會斷了 我們就可以拉到一個盤龍形出來 我們先放在盤子上備用 然後摺下來 我們就要先做一個鯪魚肉 鯪魚肉在街市都可以賣到 其實這條茄子 我想四兩鯪魚肉都可以了 然後再加多一兩肉碎 因為有肉碎就會有肥油會比較香 就可以加上一些芫荽水 增添香味 放一點蔥花 放一點菇粒 放一點陳皮 然後放一點芫草水 放一點芫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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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裡拌 拌勻 好 在家裡 拌勻後 都要拌勻到起膠 其實在家裡 用手也可以的 洗乾淨 一定要拌勻到起膠 蒸出來的時候 會比較彈 然後我們就可以 釀在茄子上 如果我這樣釀下去 其實都蠻厲害的 如果給我 我就會先在盤子上擠一粒粒 然後 我們就把那些粒粒 釀在茄子上 好了 釀完茄子 就放在這裏 因為我們要換一個芫荽 我們現在可以 先把芫荽 調成芫荽 除了豆豉 一茶匙都夠了 然後放些薑米 放些乾蔥蓉 比較香 放些紅椒粒 放些蠔油 Mix 加些芫荽 再加了雞粉 资料 加一些雞分 少許鹽 搓勻 和味道 鋪在茄子上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就可以整個茄子拿去蒸 我們蒸大概蒸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先調節時間 好,完成了 待會蒸出來的時候,我們把蔥絲提香 有些人喜歡吃 然後我們再放一些蒸魚豉油進去就可以了 好了,茄子已經夠了 戴上手套 好了,我們蒸完出來 其實有些水,我們要撇一撇回去 不要太多 最後的步驟,我們把蔥放在上面 我喜歡吃蔥的,還可以做擺切 我會放一堆蔥在中間 蔥絲,然後蘸一點 蒸魚豉油也可以 其實在家裡就 這樣就完成了 我喜歡吃蔥的,還可以放一塊 我會放三塊 我會放在一起 我會放一塊,然後再開吃 我會放到一塊塊 我會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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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放在一起